今天这期视频呢其实是很特别的一期 因为小二是第一次收到粉丝的投稿 所以有了这期的应运而生 如标题所示 他曾经是这一对CP的粉丝 因为他很喜欢之前我们做过的几期视频 但是随着最近一个又一个锤 目前已经脱粉 相如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曾经的克雷斯是真 现在的无法无天也是真 无论什么人都要为自己犯下的错负责任 是道德问题就退圈 是法律问题就去承担责任 是税务问题就补上再退圈 这位粉丝第一次入坑是在2017年的夏天 今天为这段回忆做个告别 时间到回思年前的夏天 那年湖南卫视有一档糊糊的总椅 72层起楼 他明明有着当下最火的嘉宾 却没有掀起什么水花 唯一有知名度的就是创造了一个很火的CP 凡间引火 目前相关CP超话范例已经永久关闭 还有那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梗 这个面它又长又宽 就像这个碗 它又大又圆 就是出自于这档综艺 2017年那一年 吴亦凡还有这一档爆红综艺 中国有嘻哈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嘻哈宠了那一年的顶流话题 你有freestyle吗 更是全民造梗 吴亦凡因为小金娜失去的路人员 也一步步回来了 还变得更红了 那一年的Chris就是个空中飞人 在两档综艺中间来回穿梭 如此之忙的档期 还要参加棋楼这么糊的综艺 这也为当时很多人 磕糖凡间引火找到了新的点 不过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了原因 因为综艺酬劳有八千万啊 再加上讨吴亦凡妈妈欢欣的八百万 当时72层骑楼里面 只有赵丽一个女嘉宾 男帅女美的搭配自然更加吸睛 两人的互动交流非常甜 吴亦凡还摆出了天真地地的人设 与貌美的姐姐赵丽营营造粉红气泡 一时间引发了全民可CP的热潮 吃东西的时候 吴亦凡会从自己的碗里夹给赵丽营 一向走着忽悠凡人设的Chris 却从来不骗赵丽营 还会非常娴熟地搂着赵丽营的肩膀 在玩游戏的时候主动走到赵丽营身后 帮她捏肩 虽然镜头中看起来吴亦凡很照顾人 但是现在再看的话会发现 赵丽营表情还是不自然的 众所周知 赵丽营别名赵小刀 也就是说话直来直去 在综艺里面 有一场是吴亦凡和赵丽营在做任务 需要利用吸管吹掉绑在树枝上的道具 赵丽营观察了一下 转头对着吴亦凡说 你是唱歌的 那你肺活量肯定好 没想到吴亦凡却没把心思放在做任务上 偏头对着赵丽营撒娇 语气略显刻意 你怎么知道我是唱歌的 你这样我会很不好意思的 没想到吴亦凡的纯情人设 一直都是装的 只不过大家现在才发现而已 赵小刀当时愣了一下 就直接怼回去了 你好好说话 在综艺合作之后 赵丽营 吴亦凡其实也合作过 不仅一起合唱情歌拍MV想你 据说还有合体的广告代言 不过最后被粉丝撕没了 但这个也是两个当事人和粉圈交恶的起点 其实吴亦凡怂这个特质 在以前就显现出来了 当时一个顶流男星 一个顶流女演员 合作情歌MV是很轰动的 粉丝是看不惯的 从歌曲发布 次到MV发布 再次到跨年演唱会同台 甚至围绕着一个 到底是谁先邀请谁 情歌又是送给谁的这样的问题 都能死几天几夜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 吴亦凡始终没有站出来 还是赵令最后出来说 是自己邀请吴亦凡的 承担了舆论的压力 把这个合作变成了一个单纯的自己的音乐梦想 但是既然是赵令邀请的 歌的版权应该也是赵令的 但最后想你这首歌是谁一直在唱 大家也都是心知肚明的 而且MV里面出现的小米手机的广告 当时也是吴亦凡的代言 在此时双方明面上还是没有撕破脸的 后来迟到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 吴亦凡赵令同台合唱完歌曲 吴亦凡伸出双臂拥抱赵令的画面 也成为了绝唱 因为第二天赵令工作室就发布了律师函 把一些造谣的黑粉告上了法庭 这局中就有吴亦凡的粉丝 至此以后 吴亦凡赵令就变成了圈内的陌生人 这一点从星光大赏上面 声色的打招呼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曾经沧海难为水 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验宾客 眼看他楼塌了 真相是假 真相是真 再见再也不见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你们的肯定是小二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啦